HELLO 大家好,我是Titan,张秋勇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这道培根鸡蛋面 把锅子烧热,加上适量的油下来 先放入我们的培根 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择有点油花的培根 因为在国外来讲,是要用烟熏的五花肉 如果说我们台湾买到那种,算是很瘦肉的培根 那应该叫长的火腿 这个培根的香气,油脂一定要释放出来 你今天这道面的一个香味才会来的比较熟一些些 之后我们放上洋葱水,好香 洋葱也爆香之后,我们来加入白胡椒 酒精味道会发掉,水进来之后我们来调味 让它味道稍微重一点,我们这边用黑胡椒 盐的话先不要加的太多 因为我们的培根是有咸味的汤 好,这时候来煮好的一大利面 我们一样煎的一大利面,煮了六分半钟 这时候我们把汁都稍微收干了 火关掉,淡溢下来 利用这个余温把它拌匀就好了 培根鸡蛋面,要趁热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